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谭美台风近日侵袭日本,造成至少两人死亡,两人下落不明,123人受伤,而日前因处理日本关系机场滞留旅客,被批评应变不当的驻日代表谢长廷先是在脸书上积极追踪台风资讯,并PO出个代表处电话号码,今1日,上午则自嘲被骂怕了, 因此一大早就精心爬起来做旅客服务,由于日前处理关系机场滞留旅客事件被骂翻,谢长廷这次绷紧神经,今早在脸书发布日本返台航班整理,为行程受台风耽误的旅客提供相关资讯,表示今天早上6点之后,东京飞往台湾的班次大都正常, 只有华航CR223,长荣BR189,日航,明古屋,桃园,以及部分廉价航空等少数航班延后,并提醒游客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,谢长廷也自嘲,也许真的如部分媒体酸的骂怕了,霸凌受害症后, 今天一大早就惊醒,赶紧爬起来做旅客服务,直言就怕又有网路留言指责服务不如强国, 在先波澜,谭美台风上月29日侵袭日本,重创冲绳后接住登陆日本本岛,造成日本各地降下强风好雨, 截至今天上午,至少造成两人死亡,两人下落不明,123人受伤,谭美台风也导致日本大规模停电,总计有123万户无电可用, 今日飞机航班也全部停飞,至少影响2.8万人。